6月13日,记者在2019南亚东南亚国家商品展 其投资模业枪谈会上看到 华为展出了包括折叠屏手机Mate X 华为云、平安城市等一系列科技成果 成为多个展馆中人气最高的展台之一 对于市民来说,最关注的还是折叠屏手机 在展台工作人员手中 这款手机折叠后如普通手机大小 展开后屏幕几乎成为了一个正方形 无论是看视频还是玩游戏等 都感觉舒服许多 两个是一个完整的屏幕 展开之后的话是8英寸的平板的这种状态 而且它的单边最薄的地方是5.4毫米的厚度 而这个手机我们内置的是4500毫安的电池 所以说续航非常的持久 然后它同时支持55瓦的快充技术 我们现在华为市面上已经面试的这些手机 大部分都是这个40瓦的快充 然后这款到55瓦的话 会给消费者更好的这种实用的体验 而在这个手机上两块屏幕底下的话 也用到了我们的石墨烯的散热技术 然后它的摄像头方面的话 它和我们最新发布的P30 Pro 都是保持完全一样的规格的 除了折叠屏手机外 平安城市展台也吸引了不少市民的注意 此次华为带来了全AI识别场景解决方案中 最新款软件定义摄像机 该摄像机实现了算法在线加载 高密人脸抓拍 智能E2N等业界领先应用 会有人工智能人脸识别的这样一个功能 那会能直接识别出来我们人的一些性别 年龄体型还有一些外貌特征 都是智能识别的 那这个摄像机的话会是机动车 飞机动车 行人 混合模式 同时来去抓拍 我们能去抓拍这三种类型 所有的这样的一些特征的一些照片 现在主流的这样的一个摄像产品 就是在低光照的情况下 我们人脸非常模糊 那对于我们保障平安城市 对于我们执法人员来讲 它会有识别的一个难度 还为这一款超清光的摄像机 如同白昼 在这个光线非常不足的情况下 也能非常清楚地来捕捉到 人脸的一些特征 此外 在此次商家会期间 华为还展出了包括 5G终端芯片 5G基站芯片 人工智能和服务器的计算芯片 城市大数据运营中心等 众多科技产品 吸引了大批业内人士和专业观众足足